PageTable PageTable本身的 Implement的方式 因為PageTable可能很大 所以第一種方式是說 我把一個很大的PageTable把它變成 Hierarchical 比較多階 多階層的做法 第二個就是所謂用Hash 各位知道這個Hash是一個很有趣的Function HashFunction HashFunction本身就是說 好 那你給我一個Address 我把這個Address做一個Computation 做個計算 就是HashFunction的計算 然後就得到另外一個Address 直接做個Mapping 直接用計算的方式來做 所以HashFunction本身呢 這種所謂的HashTable大部分用在 你的Address Space大於32bit 就是很大 很大的時候再用Hash的方式 來直接做Hashing的做法 就是說這個HashNumber 我們現在產生的二嘴 就是有個P跟D P跟D 其中這個P 這個P 就所謂的PageNumber 就把它Hash 做一個計算以後 Hash到一個PageTable去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Hash本身 除非你知道ProfectHash ProfectHash ProfectHash就是說 你給我不同的值 我Hash都是不同的值 就E對E Hash本身E對E 這個叫做ProfectHash 但是有可能是說 如果不是Profect 你給我不同的值 我Hash到同樣一個值 好 看你那個Function本身 比如說最簡單 比如說這個Function如果說 寫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不管你給我什麼值 我的答案都是E 這也是一個HashFunction 這個HashFunction就是 反正不管我給我什麼 就是E 所以你給我E 1給我2S1 1給我3也是1 當然這個HashFunction實在是 太笨了 但是HashFunction是有可能conflict 就是說 你給我不同的值 結果Hash出來的值是一樣 那以我們這個PageTable來講 就是說 你給我不同的PageNumber 可是我Hash出來是一樣的值 這就叫做衝突 代表是說 他們會放在同個位置 這個時候一般的做法 就是說 用一個chain of element 就是用linked list把它串起來 有那個 我們叫Hash 有conflict的時候 就是Hash衝突的時候 就用linked list把它串接起來 然後你就要linear設取 就要一個一個找 你等一下看這個例子 好 也就是說 這個Version PageTable本身呢 就在這個chain裡面 比對 一直找到 找到那個項目為止 這個當然會比較花時間 這個是所謂的Hash的概念 我們看怎麼做 它的硬體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左邊這邊 還是有一個logical address P跟D 我們把P拿來做一個Hash function 那Hash function得到了一個值 這個值是什麼 這個值就是你在Hash Table裡面 裡面的一個 這個Hash Table 其實就是所謂的Page Table 就放在Page Table裡面 得到一個值 那這個值本身 就會看說到底 這個例子是說 假設它有conflict 就是說 我們把P拿去做Hash 然後得到這個Page Table裡面的一個值 然後發現說 這個值不止一個 有兩三項衝突的意思 但有衝突的時候 就要一個一個去找 因為這個衝突 都用linkless的串起來 所以我先找第一個 就是Q 是不是P 結果Q跟P不一樣 代表說這不是我要找的 我就找下一個 注意到 下一個就找到P 代表說 的確 這個Page 是放在這裡 那我要找的是什麼 我要找的是R 是那個R 就是Page Table裡面 P要對應到某一個R 我就找到這個R 然後就會把這個R 拿出來 然後來這邊 把R跟D加起來的意思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用這個Hash 只在前面這邊做了一個動作 就這裡 這個Hash Hash Function 做一次 Hash Function本身不是memory 它是做計算 它沒有做memory存取 但是Hash Function算出來之後 去找這個Hash Table 這就是memory存取 因為Hash Table本身也在memory 所以它這次memory抓 但有可能說 如果沒有衝突的話 你就會找到這個R的意思 R就找到 直接跟D合起來 這是沒有conflict 但有conflict 就要一個一個去查 像這個 這只有conflict 先找Q 不對 再找P 都對了 對了再把R拿出來 R拿出來 再跟D整合 所以Hash Table也是 針對一個很大的Patch Table的話 可以用Patch來做 這個也是一個常看到的做法 第三個比較不一樣 它反向思考 叫做invert Patch Table 你從這個第一個字叫invert invert 就是反向 就倒過來看 我們之前是說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每一個process 都有自己的Patch Table 每一個process 都有自己的Patch Table 而每一個process的Patch Table 可能都很大 所以Patch Table本身 如果全部把它加加起來 那可能很大很大很大 那另外 什麼叫做inverted呢 就是說 它倒過來想 它就是說 好吧 只有一個Patch Table 共用的Patch Table 只有一個 不管你有幾個process 只有一個Patch Table 那這Patch Table裡面怎麼用呢 它就是說 每一個memory 就是我們叫frame 每一個frame 跟Patch Table 一對一對應 就是說 你有幾個frame 這個Patch Table 只有幾個page 你有一千個frame Patch Table就是一千 就是一對一對應 而且只有一分 一對一 注意到 也就是說 這個Patch Table本身呢 是share by all process 一個Patch Table 大家共用 當然你的目的是說 當一個程式產生一個P跟D的時候 要找到它真正的位置 這是目的 Patch Table的目的在這裡 所以這個inverted Page Table 到底怎麼設計 注意到 首先我們剛剛講 這個Patch Table的size 跟你的frame size 一樣 一對一對應 然後這裡面內容放什麼呢 放第一個 這個 virtual address of the page store in the real memory location 就是說 你真正的放在記憶體的位置 是哪 就是說你真的frame 真的frame 某一個frame 它是放哪一個process的哪一個page 注意到 frame一定是放一個page 那這個frame 到底是放 第幾個process的第幾個page 好 把這個第幾個process的第幾個page 把它放在它對應的這個page table裡面 這樣大概知道了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memory 我有很多frame 其中這個frame 放的是第五個process process process有編號 第五個process的第六個frame 五跟六 我就把這個frame 這個frame 放的是第五個process的第六個frame 五六 它對應的這個位置放五六 這個意思 一對一對應 一對一就放五六 好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可以減少memory的需求 因為剛剛提到 所有的process共用一個page table 而這個page table的size呢 就是frame的個數 一對一對等的對應 但是到底怎麼玩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這個 好 這就是它的硬體 好 你注意到 右邊就是physical memory 它有很多很多frame 切成frame 好 你注意到中間這個page table 這是page table page table的這個裡面的entry的數目 就是frame的數量 比如說你有一萬個frame 這個page table就有一萬筆 一對一對一 那你注意到其中 它裡面放的叫pid跟p 就是每一個這個page table 裡面存的是什麼 就是某一個位置 它放的process id 代表說這是放第幾個process的 第1個page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首先 CPU產生的logical address sorry 然後就自動了 好 再看一次了 CPU產生的ertrace呢 就是說它產生pid跟p 然後我就去查 查到pid跟p 所以這個有點要比對pid跟p的意思 你就查查看 當一個CPU產生一個logical address 那我們CPU知道 假設你現在正在run哪一個process OS知道你在run哪一個process OS知道你在run哪一個process 因為是OS 把這個CPU給某一個process 所以CPU產生的logical address 我們知道它是哪一個process 然後這個process的第幾個page 就是p page 好 我就把pid跟p呢 到這個paste的人去查 說它到底放在第幾個位置 注意到 這個地方是放在第1個位置 注意到 第1個位置 好 我們把那個paste table 把它編好 從底開始 0 1 2 3 4 這樣編下來 好 注意到 我在第1個位置 這個表 我們在第1個位置 找到pid跟p了 第1個位置 好 我就把i拿出來 i拿出來 i就是我的真正的 放的frame的第幾個frame 因為我們那個paste table跟memor 是一對一對應的 位置都對應的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找到 我真正的記憶體的位置了 但是我的paste table 只要一個 只要一扣用 中間這個paste table 再扣用一次 好 那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search本身 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就是說每次 CPU產生一個logical address 剛剛講pid加p 這個pid加p 你要在這個paste table裡面 找說它放在第幾個位置 這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associate memory的概念嗎 你給我內容 我給你位置 像你這個 給我pid跟p 我就要找出i i就是位置 所以它跟e-memory不一樣 如果它是一般的memory也可以 那它就麻煩了 第一個 這個search本身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by sequentially 你就一個一個找吧 當然不太可能 因為一個一個找太慢了 第二個可以說by hash function 可以hash 比如說我可以用pid加p 做一個h 找到這個地方 可以用hash function也可以做 那最好當然是 associate memory associate memory 我剛剛提到 它就是說 你給我內容 我給你位置 一般的記憶體 是你給我位置 我給你內容 associate memory 是你給我內容 我告訴你這個內容 我告訴你這個內容 我放在第幾個位置 像這個 你就給我pid跟p 我就告訴你 它放在第i一個位置 這個i就是我們要的 i拿出來 跟d一結合 就是你真的physical的第幾個frame i就是放在第i一個frame 的意思 所以這個immunity page table 本身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你這個page table的size 就是跟你的記憶體的frame number一樣 所有的process都共用 所以你注意到每一個這個page table 如果裡面的每一個要存pid 它必須存pid 那是因為所有的process都共用這個資料結構 如果你沒有存pid 我就不知道你這個p 到底是哪一個process的p 因為我們的每一個process的page number 都從0開始編 0123這樣子 每一個程式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是有p 你不知道這是哪一個process 就會找到很多很多都有p 那如果叫做process id 它就unique了 它就唯一 就變唯一性 這樣的話才有辦法唯一找到真的位置 好 這個叫做所謂的paging 注意到 paging本身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把程式切成固定大小的page 把記憶體切成固定大小的frame page size跟frame size是一樣的 那你的程式呢 放在記憶體呢 必須全部放 但是呢 不必放在連續的位置 你可以放在不同的frame 這是所謂的paging的概念 好 第二個概念 叫做segmentation 現在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做segmentation呢 就在記憶體的管理上 我們support一個叫做user view of memory 就是這個memory 我們去看它的時候呢 如果切成frame 就是固定大小 固定大小的frame 那這個跟我一般使用者看我的程式的觀念不一樣 使用者看程式到底是看什麼樣子 如果各位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原來使用者看程式是這樣子看的啊 第一個 有一個main program 對 有一個叫做組程式嘛 你可能會有procedure 你可能會有function 你可能會有maid object 你可能會有stack sample table 甚至一些data結構 data structure array等等 這才是一般使用者在看程式的時候 的view啊 就是說 以這個模組來分嘛 不是以大小來分嘛 對 page就是說 我不管你程式有幾個mainframe 幾個procedure 幾個submoutine 反正就是硬把它切開切開切開嘛 這是叫做所謂的系統的角度來看 以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你的程式應該是我們叫open or collection of segment 什麼叫做segment 我們再看一次啊 比如說 這才是使用者的view啊 就是我一個程式裡面 我有一個主程式啊 我有一個submoutine 一個square root的function 一個simple table 一個stack 這是我的程式啊 這是所謂的segment 這每一個就叫一個segment 所以我們以後 以這個segmentation來分配記憶體的時候呢 是按照這個segment來分配你的記憶體 所以我的記憶體不是固定大小 我沒有切成固定大小的frame 沒有固定大小的frame 我分配給你的記憶體呢 就看你這個 比如說這裡有五個 我們叫segment 五個segment 我就給你五個segment 那五個segment不用連續在一起 不用連在一起 但是呢 大小也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好 例如說 我們左邊這邊是user space 我有四個segment 大小不一樣 注意到 那個長度不一樣 所以大小不一樣 好 你在後面是真正的分配的記憶體 我有四個位置給你放 這四個位置 一二三四 也不連續 跟前面的那個paging的重要的觀念就是 程式必須全部放在記憶體 但是可以不連續 可以不連續 好 我就一百一二百二三百三四百次 有位置就可以擺 不一定要聯繫在一起 這個就是所謂的segmentation的view